干嘛去了这么晚回家啊 我不跟你说说同事聚会吗 男同事女同事啊今天 男女都有啊 那你怎么回来的 同事送我回来的 男的女的 男的呀 女的又不会开车了 女人有了家庭之后 一定不要做这三件事 否则真的很容易伤害夫妻感情 破坏婚姻 第一件事 除了你老公以外 其他男人对你再温柔再好 你都要保持足够的距离 一个明知道你有家庭 还主动靠近你的男人 动机一定不单纯 世界上没有无缘故的好 你也不要小看了 人性丑恶的一面 遇到主动对你献殷勤的人 他绝对不会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你想啊 他对你好他图什么呢 他图的就是你已婚有家庭 想吃免费的午餐 又不想负责任啊 记住了 不管别人温柔的话 说得有多响亮 浪漫的事做得有多漂亮 也掩饰不了他想破坏 你夫妻感情的丑陋事实 遇到这样的男人 我劝你敬而远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你以后继续让他送你回家呗 干脆早上一起接你上班得了吧 哎不不老公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男同事 送我回家了 你累不累啊 我去给你打个洗浇水好不好 去吧 哎等会 等我回来的把我出去一趟 你去干嘛呀 有个女孩找我喝东西 女孩子谁呀 浅浅的 啊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